好創下刚看到巴菲特砍苹果的持股 引发全球科技股的信心危机 是这个信心危机在于说 其实他在公布这个第二季报告的时候 其实整个第二季巴菲特伯克下 他们获利最大来源就是苹果 但是他砍了苹果近一半的一个持股 所以代表着现金入贷 赏握更多现金不急着花钱 这里面是感觉对于全世界 未来的一个经济情势 显然巴菲特还要在观察情势 而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不确定风险 而这不确定风险是要减持风险 减持集中 然后可能也是21%的企业税之外 是不是对于整个全世界局势 未来的变动都还要在观察 这里面台湾有点双台共办 除了全世界这个经济上的问题之外 地缘政治的风险持续的在升高 而这升高里面大家很关心的是 台湾对于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准备 是不是加以足够 那这里面为什么特别谈到这个呢 是他们也特别看到了 现在日韩台飞都在加强武装自己 那中国呢又会认为说 中国如果要突破这样一个局面 要成为亚洲的一个主导力量 一定有一个方法要做 就是突破第一岛链 而对中国来讲突破第一岛链 就是加强控制台湾 所以呢821是他们的建军节 建军节之后呢 他们整个东部战区还发表了一个战海疆 这样一个整个广告片 开始是针对台湾进行封锁 所以822号晚上6点 一直到8月3号晚上6点 光这一天之内 36架共机 12艘军舰全面的包围台湾 骚扰台湾 而这个36架共机里面呢 有31架越过台海中线 然后你看他整个包围台湾的圈 几乎是全面环台 而这全面环台就东北部 彭嘉宇那一带 往宫古海峡那边 是没有共机 可是有两架无人机 绕着台湾 所以等于纳米才 然后12艘军舰在台湾周边 而最近的地方 离台北只有30海里 所以对于台湾的整个包围和威胁 是非常明显的 而这种明显里面 就是地缘政治在风高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又很关切 所以华游都特别关键了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 CSIS的整个任白名呢 就讲了四种方法 持续的扩大骚扰台湾灰色地带 然后可能产生的是演习的一个突袭 或是欺骗 或是封锁 或是对外岛 这整个状况 还有另外一个心理作战 然后这里面呢 讲到的是他们开始关切 台湾的准备 所以华游呢 特别引用了顾立雄 顾立雄在立法院的时候 曾经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当然在准备 我们只有15.5万的现役军人 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 后备军人是很重要的 可是呢 现在呢 我们碰到的是设备 和教官部族 产生了两个影响 第一个是 后备军人的专业化 这种相关的措施 其实进度缓慢 不如意其 第二个状况是 我们很多年轻人呢 好像呢 对于保卫台湾 有这个想法 但是做法上呢 会觉得说 可能不是我先站到第一线 所以今年的服兵役人数呢 非常的低 那低到了结果就变成是 现役的军人 专业的军人里面 操作新型的无人机 操作刺针飞弹这个训练 都有所不足 然后在心态上呢 华尤爱特别用了 就是曹新城 他拍的那个临日攻击 开场里面 他们非常关切 一个网红 在讲的一段话 那网红讲的 他们认为台湾年轻人的心防 是不是也有问题 那个网红讲的是 台湾人是不想战斗的 台湾人反正也打也打不赢 那如果这种失败主义 还在持续扩散 那对台湾的自我防卫的人力和力量 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算的话 像今年呢 只有6%的义务役 只有6936人进行服役 然后我们不是已经提了 改了变成一年兵役吗 可是那是从2005年 出生的人开始去服两年的兵役 一年的兵役 可是大部分都在读大学 所以他们去推估的话 我们至少要等到2027年 才有可能让那些服一年的 比较受完整军事训练的 长辈兵能够进行到服役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博明呢还特别提到了 其实这里面会产生一个影响 这影响是国际上的一个判断 他是不只是美国 美国有部分的人 还包含习近平 看到台湾这个状况 会怀疑台湾真的有足够 完全的彻底一致的 自我保卫决心 和整个意志 还是心理上有 但是意志上 其实会觉得是 别人去打 别人帮我打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加上了是一些风险 还在过来 第一个是 台湾总要去面对一些 所以博明特别建议 台湾应该要做一个态度 在2027年之前 派出最优秀的军官 去接受美国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派出最优秀的军官 到台湾的社会上去招募年轻人 你应该来保卫台湾 而且军队里面给你的训练和待遇 都是非常优渥的 才把我们这个整个兵援不足的问题 比较于改变 而且提升整个战备 台湾也是需要的 第一个川普 川普最近给台湾进行了两个事情 一个是川普说台湾拿走了一切 但是不缴保护费 那这个东西引起了一个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这一次的金融的整个科技股 也是川普的那句话 造成了一个冲击 所以川普的事情 你早要面对 台湾你要讲 你对军事的支出 是不是有更多的表格 但是我们军方看到了方向 但是好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方法 因为军方讲话就是 会专门 用专业的训练 强化更多的人操作无人机 可是你现在人兵员都不足 你这个专业 更专业的军武科技 你怎么去做到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军文社呢 好像也没有强化 宣导大家以服兵役 是你的义务 以这个为荣 只是推出了一个影片 叫做坚守国土 永不退让 放了一些汉光演习的影片 放了一些时代设计 可是光这样子是够吗 然后为什么他们 有这么多的一个焦虑呢 很多人就重新想到了 布鲁金斯的研究所里面讲的 台湾人呢 虽然是对于抗中保台 不想当中国人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 但是呢 54.7的人认为说 不管美国谁当总统 一定会保护我们 但是美国也开始要问 你们台湾自己做到多少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